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书女座挺好的 没毛病 那你不会去反抗一下吗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我大家都知道我脾气不好 然后但是 但其实在这里面被骂的最多是我 因为这是自己哥们嘛 就不一样 就是大家就是 我挺享受 因为书女座是被 受虐狂 受虐 受虐 所以我挺享受他们骂我的 对 那就是你们刚才提到那个潮牌嘛 就是所以就是你们会经常就是送给其他几个兄弟 哦 这个问题好好回答一下 哈哈哈哈 那个就我和杨阳呢 就是弄了一个 今年出了一个潮牌叫外科手术 WKSS 对 然后平时 我们就是现在应该送了一批了吧 然后会也会送给他们陆续 对 好哥们肯定会有的 对 收到了收到了 对对对 他们这衣服就要嫌弃吗 嗯 我他们都有量身定制了 对 对 收到膝盖了 嗯 还是有点大 对 他本来就这个款嘛 嗯 是上身高给他们量身定制吗 不是 是因为会会衣服上会会有他们的名字或小名称号什么的东西 对对 因为之前左立还在微博上晒 然后 大爷吗 然后怼你那个 对对对 对对 大爷 对 你有就是给他们就是特别定制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吗 就比如说 嗯 根据一些就是他们的特质啊 嗯 就加了个红包 那要是左立的话 我下一次给他搞个图案插线板吧 哈哈哈哈 对插线板 可以啊 鼻孔哥嘛 插线板 那你记得要卖曾高学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然后想问一下花花这次去国外吗 就有没有你搞代购啊 给兄弟们带点东西啊 啊 没有没有 完全没有 对我 因为我 因为我在国外是去生活的 对 然后呃 学习 然后加生活 所以说我我并不是去去旅游 然后呢 带一堆东西回来 我在美国都什么都没有买啊 对 那其他兄弟对这个行为没有什么就是小意见吗 有啊 有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让我帮忙带吗 我忘记了 他可是他前段时间在美国啊 他他也去了美国 我还我还在 我在美国的时候还约他们 我说要不要来找我 坐个飞机要七个小时 对后来因为我们 我们离得很远 因为他们有去看那个 grammy的那个 经年的那个现场 然后 然后我当时也在美国 然后跟太远了吧 所以就没有没有见 对 对 对 主要是不想见 对 哈哈哈哈 是为了省张机票钱吗 啊 没有没有我让他们来找我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差不多是可以是报啊 对对对对 如果报我们就去了 嗯 哎 花花之前还就是就是在微博上就不空喊话 月阳吃饭嘛 嗯 然后你们就是平常吃饭的话 一般就是谁会抢单啊 谁会逃单 随 随意吧 好像 那个不爱结账你给我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干嘛呢 不爱结账你给我出来 这有一个金牛座 哈哈 金牛座啊 真的 世界上最多的金座 好像小白比较会抢单吗 没有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很随意的 我也 我们今天我们基本每一个人都会都是随意的买 好像没有谁去抢 比如说如果我们要一起吃饭的话 黄花要抢着买单说来我来买吧 然后也没有人拦他 哈哈哈哈 对 这是这是这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 就没所谓 就一顿饭而已 对啊 刚刚你们是在密谋11号有什么 就是小聚会 没有没有没有 那没有没有 11号只是一个编曲编歌 他让小白给他编歌 因为小白现在想 想 就是不 歌手的同事他想做一个制作人 对 他需要试验品 嗯 需要一个正好把你的歌手出歌 找他 他当制作人编曲 然后第一个应该他会找他 能播过之后就会去给他做小白鼠吗 给小白给小白做小白鼠啊 我我我自己的音乐一般我我自己要求是非常高 就是只要是我写的歌我一般不轻易让人碰我的音乐的都是一定要我自己来亲自操到这个应该左力很了解 就是因为我经常写歌的时候是拉着左力来跟我一起创作 我们只能他分享 他就告诉我们他的想法 然后我们帮他完成就行了 就是他他给出音符 然后我们帮他弹就行了 对一般他把所有的乐器都编好了 什么吉他啊钢琴啊鼓啊所有的东西他都自己可以搞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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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要夸他就行了 哇太棒了 这个太好听了 你会在音乐创作中说他压迫吗 习惯了有饭吃请客吧 那这首歌其实那不算压迫吧 没有压迫了就是相互沟通了 对对对 因为前前期的时候他一直在美国嘛 然后就我和他完成是两个时差 然后就反正就是沟通上肯定困难 但是我们会保持沟通 然后出一版会发给他听 因为我会把我的摄像给他说 就是每个人擅长什么东西会给他说 他现在说的是困难这首歌 就这首歌啊现在这首歌 然后然后对 然后我们会沟通交流说谁适合什么的 然后怎么放进去 对然后后来我就 我就只是动了一些框架吧 对对对 我从美国一回来就 然后就去他家 然后去把就跟改了一把整个的那个框架给重新 对就是打散了一下 把就是最终版吧 确定的那一张吧 把最终版确定了 然后我编了一个说唱进去 对对 然后你们现在也就差不多到了 那步入人生大事的年纪了嘛 如果之后就是谁有情况的话 会去就是呃会邀请其他兄弟去做伴郎啊 或者做小孩的干爹吗 谁不如您是了就只有他嘛 对啊 对啊 就简直就是走大爷嘛 对如果到时候真的会的话 肯定大家要 结肯定要结 但是希望他们都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吧 到时候男生穿上 WKSS外科手术的衣服 对吧 带着自己另一半 带着另一半 穿着一个P店的衣服 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P店的衣服是什么 P店是什么 P店呢就是熊小月 对 他在淘宝上做的一个店 这个广告可以吗 请牛做太会做声音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花花现在回来了吗 然后粉丝都比较关心 就是你的演唱会 看看这有没有演唱会计划 以及就是会不会要 请其他兄弟去助阵的 我演唱会计划 因为演唱会 我今年这张专辑还没有开始写 不是 已经写了 但是还没有开始正式的做 所以说 所以演唱会也就还没有开始 具体的去实行 然后 但预计应该会在 九十十一三个月中 挑一个月来去 挑一个月来开演唱会 然后 而且今年不会 我 可能还是跟以往一样 不会开太多场 就是 因为每年我只想做 做一两场 然后来去把这两场做到精致而已 对 就是不在于 就是演唱会的东西 不在于它的数量多少 而是在于它的质量 对 会请其他的兄弟去助阵吗 我这个我会考虑啊 对啊 那就有粉丝关心 放过中秋节吗 中秋节 因为之前一直选中秋节附近的时间 开演唱会 可以啊 因为现在还没有定嘛 所以说我可以把这一天给排除掉就OK了 其实还蛮容易的 对 啊 谢谢 好好 谢谢大家 好